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嗨 全球的大爱台观众 你们好 我是大爱剧场 城市中民局的本尊 我是警卷宋黄阳 我是检察宋志明 三个形容词 形容我的老公 对 非常的顶口口 硬的像石头 又非常的木讷不解风情 第三个 非常有原则的老公 做事不吃一狗 我的工作一定会影响家庭 因为我是警察人员 我们执法是在于社会的安全 我们要维护社会的安全 以家庭呢 就是要自己去协调 协调 你都叫我治理 哪有协调 所以你的取舍是把家舍掉 然后以工作为主 是是是 是是没错 其实我几乎以工作为主 其实我几乎以工作为主 家里的一切都是由 牧羊自己来处理 高风下雨 家里漏水了也是他去处理 教育小孩也是他处理 所以他是蛮辛苦的 那请问你扮演什么角色 扮警察的角色 警卷的生活 警卷什么生活 独当一面 面对所有的问题 然后要带小孩 任何的困难都要自己解决 老公是 看板 就这样 我生命中最珍惜的 不是东西是人 是我亲爱的老婆 王央 那当然还有我的家人 我的阿娃妈妈 我的兄弟姐妹 还有同袍 我遇到你辛苦吗 你觉得吗 那是你说的 不过之前不觉得 我现在的确是 因为他的确对我很好 他不会改外遇 没有不良习惯 对我是全方位的不知 尤其对我做知己 下班都是回家 那是一定的 阿爸你去哪里 我想对我老公说什么 我说我爱你 谢谢你 道容我所有一切 爱感恩你 让我独当一面 我才能变得这么坚强 好 我想跟你说的一句话 就是 身体照顾好 就可以做你最爱的慈激士 我爱你 感恩你 感恩你很幸福 我警卷是幸福了 但是 没有碰到持绩之前 根本就不幸福 希望所有的警察警卷 都 幸福 记得9月6号 一起收看 城市众民局